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语言 然后下面呢 饮食差异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气候差异 气候差异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北方比较冷 而南方呢 夏天很热很热 除了这些 还有 北方的冬天呢 很干燥 非常干燥 干燥 昆燥 而南方呢 夏天是非常非常潮湿的 潮湿 スパーだ 而且 南方的冬天呢 是不下雪的 所以呢 在北方冬天呢 是有供暖的 南方有供暖的 而南方呢 是没有供暖的 所以有这样的情况 北方人冬天的时候 在家里穿着汉衫 穿着短裤 然后吃着冰激凌 非常开心 但是呢 南方人在家里呢 开着空调 包着被子很冷很冷 对 是这样的差异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北方人和南方人 在说话上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呢 大家都知道 中国人 听中国人说汉语的时候 他们经常说儿 比如说 好好学习 这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北方人说话的习惯 就是儿话音 儿话音 但是呢 南方人说话的时候是没有儿的 比如 看第一个单词 Chatting Chatting呢 是 南方人说的是聊天 而北方人说聊天 下面一个 Zippo Zippo呢 北方人说 拉链 而南方人说 拉链 下面一个 大家都很喜欢的 Taktari Taktari 是南方人 鸡腿 北方人呢 鸡腿 最后一个 Haiyu 大家都知道吧 对 非常好 高跟鞋 高跟鞋 但是呢 北方人说话的时候说 高跟鞋 高跟鞋 对 嗯 这是南方人 北方人在发音上有一点小小的 不一样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 南方人和北方人在 Tanoi 作用에서는 어떤 차이가 있는지 所以 我们来看一看 Tumato Tumato呢 都知道吧 是什么 对 非常好 西红柿 西红柿 而南方人说 番茄 番茄 下面一个 Kamsa Kamsa 北方呢 叫土豆 而南方叫马铃薯 马铃薯 所以 当你的中国朋友说 我们去吃番茄吧 或者是 我们吃土西红柿吧 大家不要想 番茄 西红柿不一样吗 其实它们都是 Tumato 嗯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 Yu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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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吧 应该是 什么呀 丢 很好 丢 嗯 但是呢 南方说的是 掉 掉 嗯 所以这句话 我的手机 丢了 这是北方人说的 而南方人呢 会说 我的手机 掉了 掉了 其实呢 这两句话 都是 我的手机 掉了 掉了 其实呢 这两句话 都是 你的手机 掉了 掉了 的意思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 马铃薯 马铃薯 北方说 说话 而南方呢 讲话 嗯 这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 南方人和北方人在 称呼上有什么不一样 比如 在北方呢 叫 姥姥 姥爷 而南方呢 是 外婆 外公 这是称呼上的 不太一样的地方 所以呢 大家要能知道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下面 南方人和北方人在 吃饭上有什么不一样呢 有这样一句话 南米北面 南米北面 说的呢 就是 南方人吃米饭为主 北方人的主食呢 是 面食为主 所以呢 大家很喜欢吃的 北方的面条 这样的 都是北方的代表食 代表食物 好 所以 春节的时候 北方人呢 吃的是饺子 而南方人 吃的是年糕 好的 我们今天呢 就简单的了解到这里 我在 等着大家 期待与你们见面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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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